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你忘了这些孩子吗 他们自己的成长 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就是他们自己的成长状态 就是他们的音乐 未来互联网时代 未来这个时空的变化 他们会得到很多有利的助援 他们不会因为 现在就在学校里学的那些东西 走到社会 未来十年他们会成长得更快 而且他都在其他地方学习的 你们只做你们的那个一封就行 就有时候也一样的 担心啊 包括你现在是有菩萨性的 去担心这些孩子 我觉得没必要 就是包括就是 我们去怎么看这些孩子 去相信他们 相信他们 包括我自己是有个孩子的 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那我对他们的这只 对这两个孩子来说 其实对我来说 他就像两位故人 就是就像两位久别重逢的故人 他借我而来到这个世界而已 那么我辅助他 我帮助他 那我认为他既然借我而来 那他的尊重 对我对他们的最多期望是 他们能够成佛 能够解脱轮回啊 这件事 那我因为我也是存在受益 但是我从来没有告诉他们 你们要信仰佛教 我到现在呢 你随便 是吧 但是我会跟他们聊 生命的意义 这些事 他们习气毛病很多啊 是吧 有时候并不是大家也 就算他们出来 我只聊最高的 但是他们的习气的东西 什么 我会说 但他不改就不改 没关系 就是就是 我不会说是他 让他们成为我眼中最乖的孩子 或者我眼中的好学生 或者我眼中的什么 当然还看你的孩子的 本性的东西啊 你是宠他还是惯他 还是什么的 打他骂他 这要看孩子的根气 看孩子的东西 要了解小孩 那对我来说 他们 我是他们的伙伴 知道吧 那在这个过程中 那最终在成就的时候 他现在在上大学了 那我会帮助他们 去达成他们的一些啊 比如说公养付出一些 经济上的各方面去辅助啊 帮助他们 去再达到一个 就是在学校里边毕业啊 或者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呢 其实因为我的目的就是 我是希望他们未来 去修行啊 去能够真正的解脱 这个轮回之道 能够能够 但是对他们来说 他们上网啊 还有网影啊 还去玩游戏啊 他们现在完全就是 完全是两个很 就是个普通的孩子 就是玩的 就是你说的那些 到底听吗 听 但是呢 他也不修 信不信啊 说我妈说的就是吧 就是不 也不重要 你说啥也不是很重要 是吧 也想当什么网红啊 也想当一个影视啊 小或者小拽起啊 去啊 还要做生意啊 他整天说的也是 他是什么圈里面 这些事 这不重要 他们说他们的 我说我的 是吧 哎 网红不错啊 聊聊网红的事 哎 什么影视 当记者也不错啊 学新闻写 我说当医生也不错啊 儿子说中医的 那中医都可以啊 就是说 哎 出去赚钱也不错啊 做生意也挺好啊 你这个生意 切入点是什么 聊聊啊 是吧 都不影响 是吧 些生存是吧 他是要 然后才开始 我的重点 我不在乎他们 什么是 他心性上的东西 我看着 只要他的心性上的东西 是光明磊落的 他做人 这个人就是 他的习气里边光明 他有一些浮切的东西 你是避免不了的 他外在的一些习气啊 或者他的迷茫啊 他到了情感期 他很迷茫 两个很迷茫 知道吗 我坐在旁边 说他很迷茫 因为他 不听你的 是吧 他每天处在自己的情感上 情感很迷茫 因为都都到了 他恋爱的年龄 都到了是吧 而且觉得身边的朋友圈 人家家里边有这个 有那个 他比较的嘛 他看那个朋友圈 他比较 他也会觉得 哎呀 就是盼比嘛 有些孩子就瞧不起他 你不穿名牌啊 什么 就是说 这些东西 他也跟我聊啊 或者什么 没关系啊 你有 你能跟人家拍别 他今天买了个什么 是吧 手机啊 是iPhone的啊 你要有条件 你帮他买一个 因为这些是吧 也不重要 是吧 我不是说一定要是说 你不能用 你买上 你会奢侈的啊 你要 穿得很烂 你要 你要用最节节的东西 是吧 如果有条件 我就会 我不需要他 为了一个手机 给别人 因为这些 消耗他的时间金 我就跟他买 但是我没有钱 人家说 买了三辆车 买了个什么 跑着或者豪华的 或者是什么 我说妈妈 没钱给你买这些东西 手机还能搞垫 但是呢 你买个车 买个房子 买个什么 我是没有实力 帮你去做 完成你这些 是吧 这个平台的事 那有些孩子 你的朋友 如果因为你的车不好 因为你没有房子 因为你妈妈 爸爸 没钱 如果不跟你做朋友 那就放弃吧 不管是他是女朋友 就算你再喜欢他 也没问题 你可以放弃的 因为你达不到他的要求 是吧 也不能说他是爱你 这些不爱你 因为你是整合的嘛 但是还是因为你 你缺的太多 人家不爱你了 那就算了吧 是吧 是吧 那你肯定会痛苦的 你不能说你不要痛苦 你肯定会痛苦的 但我相信你的痛苦 也会过去的 因为你会再爱上 另一个人的 是吧 一切无常嘛 是吧 你还想 这都是交流 是吧 而且他 他有习气 但是你要看到 他内心深处的染拙 就是心 这个孩子 师父完全沉浸在 一些邪的东西里 或者是 如果你把握住他的 能够 当然这个需要一些 你功夫了 你才能无为而至 你才能 不管他这些 抓住重点 切入 这个 帮助他 找到他的 一旦他能生存 能生存 剩下的慢慢的 就开始修炼 去解脱这些东西 但是学校的 老师那样说 身边的朋友那样说 我平时没有说是 你那些朋友 说的是不对的 老师说的是不对的 你身边那些朋友 就是 他们在误导你 或者 你是没有办法 去屏蔽他那些朋友 他更相信朋友的话 知道吧 他那些小伙伴 说的话 他更信 而且他 你看见他身上的习气 他的欲望 他的虚弱性 他的那种东西 在那个年龄段 出现的时候 他不是你要的 你心中的孩子 不是那样的 是吧 你可能 你首先觉得 是我的要求 我在要求这个孩子 变成我要的样子了 我觉得 我现在的眼睛 看上去 他应该这样 不应该那样 但是他偏偏这样了 我是不是 首先你要觉得 自己是不是很讨厌 很厌烦 有没有情绪 有情绪 不要说话 知道吧 有情绪 你说了没用 为什么 我